他要玩这么久游戏第一只听说还有妻子模拟器 虽然某人都知道目前市面上很大一部模拟游戏咱们都玩过 但是很多观众的反应并不刺激 而且手机还玩不了 对呀那有没有又刺激手机又能玩的模拟游戏呢 我操我真的给找到了 妻子模拟器看到这名字我哐一下就点进去了 好家伙看着简介 穿着睡衣在家等你 浪漫互动我的妻子 妻子万人只属于你 完美约会全新体验 全新体验有多新呢 不知道关好你的雀雀 咱们开始游戏 妻子模拟器五个大字 点击进入选人界面 可以选择的服饰非常的多 当然就是名字 仓景 结衣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不对劲 你说这游戏可以选择角色吧 这角色又尼玛长得一毛一样 不过这衣服倒是非常的不错 水手服 制服 性感吊带 小短裙 什么你要男妈嘛 倒也不是没有 性感到不能再性感的 纸包机小裤衩 笑死我了 连这打码都省了 这捏捏骨鸡皮家出走了 找都找不着 背后有没有 没有 果然是个绿色健康 小猩猩的游戏 正式开始游戏 看样子是在一个套房里 沙发可以坐 我这铁裙子一屁股下去 沙发都给坐穿了 边上这间厕所 厕所 想 想 想 他们啥呢 想 这游戏作者裙子压的都能一脑门给你干的睡 你还想他给你整点好康的出了房门 这贴图建模我属实是出不及防 就他们硬贴 右边贴图房子 左边马赛克草地 你要说这游戏能干嘛 出门捡垃圾 你说这捡垃圾就捡垃圾吧 这捡垃圾能穿模 然后这捡完垃圾就可以回收还钱 垃圾10块钱 苹果10块钱 贝壳10块钱不是贝壳 这歪是贝壳 一片贝壳三个苹果大 您这麽这是棒筋吧 然后在这回收点的后面 有三家店铺 分别是送报纸的 送新颖的 送披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送披萨 走到这个指定的门牌 好 送完了 你要问我披萨在哪在哪 不过话说回来 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游戏作者 变废鬼宝的人力 就在这坐个椅子的人穿模的游戏里 给你整了个摩天轮 跳楼机 好家伙 这一屁股直接坐到把手上 不动如山 还能踢足球 还能打篮球 路上的NPC呢 也是能够触发对话 就这对话内容 对话呢 也能增加好感度 但通过这对话 最多只能提到了50 但如果这好感度打100%会怎样呢 我很好奇 可以看到这个村人 让我们去找这个叫守护大地人 让他把游戏还给我们 找了这个守护大地 完成任务后 我们跟这个村人 好感度打100了 那这付费内容当然是没有了 除了多人跟着你的小天狗玩 就啥也干不了了 所以你们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